我現在在西貢的海邊 這裡就是海賓別水屋 這個屋苑總共有17間小屋 你看到整個小屋的外立面 好像歐式的建築 白色的外桌 紅色的雅笛 漂亮的 這裡就是屋苑的會所 有自己的泳池 草地 方便養寵物的人 每間屋都有自己的獨立花園 獨立天台 全部都是望這個海 我們今天看這間屋 就有一點特別的 它是二手放盆 業主在二十年前買下來 在一一年用了五百萬 幫這間屋做了全屋的大翻室 包括重新裝了水電 地板 改了一點間隔 這間屋用起來就比較舒服 我們進去看看 這裡整個屋苑有多大 17間海景大屋 我們今天會看其中一間 室內面積是2000呎 建築面積是2300呎 實用率很高 這間屋苑當然是46年樓 這間屋外勒面 就跟其他屋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一個比較特色的外場面 類似是一些舊屋 進去幾特別 整間屋是一個錯層的設計 地面層 它有一個下廳 餐廚區 花園 上層就是三間睡房 兩間圖房 會有兩個車位的 想自己洗車都可以在這裡簡單沖 如果自己是業主想種花草草 你可以像這樣 上門位有兩級階梯 有少許儀式 我們推門可以進去 進來 應該是入門的圓框位 護主就做了兩張換鞋椅 都方便你穿鞋 後面就有一排的鞋櫃 還有一些比較特色的 西式的壁爐 這個是觀賞作用 這邊就有兩線窗 方便你自己可以看外面 有兩個入門的大櫃 都左右做了行櫃 再進來就有一個下層式的客廳區域 做了一個長沙發 然後幾張小小的沙發 坐下來看電視都非常舒服 闊度都夠闊 樓底都可以高 這間屋就做了一些大改裝 拆了一些水電 重新鋪過線 重新鋪過木板 入門這個圓框位就做了一些磚地 都是天然磚 下面就用了一些木板 入屋之後 通常都是自己赤腳走 這樣就會舒服一點 暖身一點 然後我們下去 這邊就屬於一個餐廳的位置 在梯底這邊做了一個 寬物櫃 工人房 下一次的位置 護主就做了一些自己的設計 然後 整間屋就是坐南望北海景屋 他做了一張長型的餐桌 坐到8個人 然後有一個餐邊櫃 這裏就有一個大巷門 看出去就清水灣那邊的海景 護主就比較喜歡喝東西 所以都收藏到一些比較名貴的酒品 然後都是一些大的收納量 整體來說其實都相當闊的 廚房做了一個倒桌的設計 它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做早餐區 第二個作用就是增加一個廚房的桌面 廚房就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回來兩邊一排就是家電 還有一些儲物櫃 包括了蒸焗爐 雙開門的雪櫃 整套名牌的家電 還有這裏來過銀線灣的廣場比較近 就是買東西都比較方便 飲飲食也可以照顧到 一體式的洗手盆 然後這邊還有簡單洗手的洗手盆 湯門可以完全打開 打開之後就成交通鎖 花園也可以當作餐廳的其中一部分 整個花園都蠻大的 咦 現在養了一隻小肚子 除了還有一些花花草草之外 還有一個水池位 養了一些金錢櫃 我們這裏也可以看看 這裏就是兩層小屋 看出去看著前排屋 看著海景其實舒服的 當然網上走 去到這個位置這樣看的視野就非常之正 基本上平時整個海面 山海城 看一看錯層的睡房區 這裏就是睡房 設計都很簡單 實用為主 做了一張大床 沙發 工作桌子的位置 做了一些山窗的設計 好像下面的花園 完全可以躺開 看著海景 當你不用的時候就可以拉著 附著一些床書 電視櫃 這邊就是主人的浴室 用透明玻璃 是一個比較紮色的設計 這個浴室比較大 除了座廁 洗手盆 然後石面 下面也會有一些收納位 還有一個按摩的浴缸 坐下看著海景洗澡 挺舒服 上出街 或者你本身回到家想換衣 這裡有個煙霧間 廳間這邊還有一個小櫃 屋就很高的 然後另一個錯層就走上來了 這邊就做了一個書房區 想處理一些公務就可以在這裡 如果做得背背地可以 軟墊鋪下來也可以當床睡 第二間套房再大一點 巨型一點 還有樓底 因為屋形的關係 它是更加高的 這邊它做了一個類似日式的 榻榻米的設計 沒有做過床架 純粹鋪過床 這樣就可以睡覺了 看看自己的來源 做了一個很大的衣櫃 有一個書櫃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浴室的位置 也很大 還有望海 這邊就是很巨型的浴浴 又做了一組衣櫃 上面還有一些 收納的空間我們上去看看 都是放滿這三三虎虎的東西 我們看下去就可以看完整個屋 護主都盡量用了整個空間 身一身手就碰到東西了 燈光都做得不錯 最後上一上天台 放了一些洗衣機、乾衣機 浪了一些三三虎虎 外面還有一個室外空間 整個空間都挺闊的 整個視野 正的 這間屋是業主打算賣的 2000呎的大屋 依三亡海 喊五千萬 你覺得正極 歡迎留言告訴我 再見 沙灘也很強